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2月3日 雷恩激战利尔 周日凌晨 法甲继续展开 雷恩主常与利尔侠路相逢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两队近况欠稳 彼此皆无稳胜对手的把握 此番相遇各取一分皆大欢喜 马田泰利亚 艾米尼高尔尼和蒂杜尼是雷恩主要攻击手 是球队抢分的武器 三人经济共计攻入20球 其中足足有17球在主场所得 也正是他们的出色发挥 使得球队主场战斗力强悍 前11仗斩获10胜一副佳绩 军场得失球比位2.45比0.64 所积30分于朗斯并列法甲守卫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雷恩近况欠稳 自世界杯结束后之后 8场比赛胜负各取得4场 而且只要是率先失球 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 更何况两队过去7次交手雷恩无一胜计 4和3负 当中还包括三次主场作战输足2场 有限级此 雷恩是一里硬打醒12分精神 阵容方面 前锋阿诺卡利默恩度和中场西卡达施华等人阴商必战 21轮联赛过后 雷恩取得12胜4和5负姬40分 而利尔取得10胜5和6负姬35分 从整体数据和排名来看 两者相差并不大 前者主要胜在拥有出众的主场战斗力 利尔的进攻的分点也多 其中在世界杯赛场有不俗发挥的庄拿芬大卫 以12球排名神射手榜前列 而且此前对阵特鲁瓦一战再次上演没开二度 美中不足的是 庄拿芬大卫抗压能力和稳定性不足 所以在他无法得分时 球队往往踢得颇位被动 诸如穆罕默德巴约等攻击手需要站出来破门 虽说利尔金记做客能力较为平庸 但好彩其面对雷恩有助一定的心理优势 所以即便球队近期状态欠佳 亦能够做到全身而出 阵容方面 中场阿当奥拿斯因伤缺阵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